因为上节课课后的时候 有一个学员找到我 然后说他是出生在江南 从小听那个平台 然后我也非常的高兴 那今天呢就是课前 给大家带来一首梦入江南的片段 就是回味一下 一首梦入江南的片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音楽 好 就是先弹那么一小段 因为我们琵琶的曲子太多了 就不可能每一首都给大家展示 但是我们可以每一节课稍微听一段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任务比较重 因为呢我们前两节课第一节课 因为是今天是第三节课嘛 第一节课的时候大概说了一些简单的东西 然后包括第二节课 都是把所有的介绍一遍 包括我们的弹这个技法给大家说了 那今天呢我们要先把那个先学这个条 因为我们知道琵琶最基本的指法有两个 一个是弹 一个是条 就包括我们琵琶呢 它原来我们知道它是横抱的 横抱比如说在马上呀拿那种波子弹的 它就是推手前约匹 反手前约爬 就是这两种声音 它可能有一种那种噼里啪嗒的声音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弹波乐器 那个时候都统称叫琵琶 所以可见我们这两种指法是多么的重要 就是最主要的两种指法 那今天呢我们把它调学会 学会以后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音音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像和品都已经介绍过了 上面六个像 下面二十四个品 那所有的像和品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今天呢就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些音音都是怎么分布的 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它 然后左手呢也可以稍微的按两个音 来帮助大家就是后期嘛 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条 今天学简单的条学完以后呢 我们下节课就要学戴手腕的弹条 然后今天把把位按一个音以后 下节课我们再接着按音 就一步一步的来 大概很快就可以把我们几个把位的音是什么摸清楚 弹条也学会了 就可以学简单的小曲子了 好 那我现在开始教条哈 就是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呢 都可以随时提问 因为咱们先上课嘛 就是我也看不到大家就只能通过提问 或者说是一会儿我看大家开视频的样子 然后来看大家掌握的情况哈 那我来先说一下那个条 弹我就不说了哈 就上节课还有第一节课都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先做这个手型嘛 首先做好这是一个椭圆形 然后压外什么的也都不说了 就平放在这儿这个演奏姿势哈 也都不赘述了 应该都有回放 然后呢就像这样 那一开始大家我说只要包这个大指和食指 两个手指的指甲 其他都是不用的哈 那这两个手指呢 我们左手弹出去呢 就叫弹 我们右手反过来呢 就叫挑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挑哈 你看我们弹的时候哈 这个手是弹 弹 那它动的是什么关节呢 我应该说过哈 就是这个小关节 牵扯的我们的中关节 那个大关节不要太打开 这样弹出去的 你不可以打太大到平了 不可以 就简单的弹收回 弹收回 那我们的挑动的是哪个关节呢 我们挑动的是我们大指的小关节 这个关节我也说过哈 就一个手 手嘛 就是小关节 最上方的是小关节 然后中关节 大关节 那我们的大指呢 只有这一个小关节 然后就是长关节 这个大关节了 那我们挑的时候呢 就是动我们的这个小关节 你看 往上 挑 挑 大家可以看出 我们琵琶哈 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大指的头 那我们的头呢 就先往你食指的方向 捏住 这是是不是我们标准的手心 然后呢 用小关节往上抬 平的 抬到平的 差不多 然后再放下去 再弹到平的 我们包指甲的时候这里不是留了一个小尖尖吗 这个时候在我们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小尖尖就正好从那个琴弦上擦过去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琴上看一下 你像这样挑 可以看到我的手琴是没变的 弹就是这么弹 收回来 然后调也一样 往上调 大家注意也是用这个小尖尖 这个尖尖一点点的地方出现 就千万不可以从琴弦上滑过去 像这样 不可以 它这个很短暂的一个出现点 这个也不难哈 大家在正面看一下 就是本来不是这样的 我就像这样 大家看一下 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哈 然后我们慢一点哈 慢一点 再大家试一下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哈 有什么不懂的呢 都可以问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挑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手放在哪里 那肯定是我们的大指要放在这个一弦 一弦的前面一点点 这样你一下就挑上去了 对吧 你不可以往前太突落 你手腕都勾起来了 不可以 然后也不可以太往后 就正好在它前面一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准备动作哈 就正好挨着它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吧 我在四线上 四线粗一点 然后大家注意到 我弹挑的时候 我的手型都是没变的 就是这样是弹出去 这样是挑回来 我的手型始终是保持没变的 它动的呢 只是弹呢 是用这个小关节 签弄中关节 挑呢 就直接是用小关节 然后有些同学可能会 挑的时候觉得啊 就是很正常的哈 就是它之前是这么放着的 然后往上挑 啪 整个大关节都在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低头 我们把前面这一部分说是大指的头 那你肯定是要低下去 你才能抬起来 如果你本来都是平着的 那你就不可能 不可能再抬起来 那你就往后仰 就带动这个大关节了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用小关节的 为什么用小关节哈 因为我们知道哈 我们现在是很慢的 但是如果就是到后期的话 那你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弹一下 挑一下 肯定是要很快 那我们怎么快呢 肯定不可能是大关节 它不可能快得起来 你知道 所以只能用这个小关节 无论是我们的弹还是挑 都是小关节在运动 这样的话到后期会有一种 小肌着迷的感觉 可以看一下 就是是我的两个小关节在动 其实 就是到后期快速弹挑 是不是像小肌着迷的感觉 就捏着 如果你用大关节的话 那你肯定快不起来 所以这个头一定要低下去 好 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 那现在我带大家稍微试一下这个弹挑的感觉哈 然后我再看大家接受能力怎么样 来 先不弹 我们先就直接挑 把手伸开 对 先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甩一甩 然后把手伸开 保持住我们的手形 这手形也说过很多遍了哈 就是之前说的哈 为了节省时间 我都再重复了 那保持住这个手形 大指呢 捏在食指胶部的前端 就这个位置 我们注意到这里一定是一个椭圆形 如果说你捏的像这样了 它就不可以 这个就不对了 它一定是一个椭圆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食指嘛 它也是需要低头的 如果你都成这样了 那你往哪弹呢 对吧 没地方弹 你肯定是把这个小关节和这个 食指的小关节和大指的小关节都滴下去 你把它捏成这个椭圆形 这样的话我们才方便它的小关节运动 好 像这样弹的 那我们调 我们先来慢慢的试一下 就是调 二 三 四 调 二 三 四 调一个 回一个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触弦点 是这个尖尖 这个位置 呃 然后一触 就是触到以后立马过弦 就走了 不可以在弦上滑 我们来试一下 准备 准备开始 小二 三 四 小二 三 四 小二 三 四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好 这个条大家都能听懂吗 可以把麦打开一下 让我看看能不能看到视频 诶 能看到视频 我看见有三个老师 都是把琵琶拿出来了 那你们可以弹一下 我来看一下 对 好 我看见有三个老师 阿姨做的很不错 然后那个叔叔 叔叔你的那个手 还是没有滴下头去 就这个关节都平均 这种关头的 他要滴下去上上 出现爱的这种好 阿姨 像这样我手一条 跳 不要着急 一定要滴下去 在我手 阿姨对 我看莉姐做的也非常好 阿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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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指甲好像太长了 是吧 什么太长 绑得太长了 是吧 绑得太长了 是吧 我来看一下 您绑的 我看一下您绑的 阿姨对 是 太长了 应该来了 就是我们绑的时候 要贴着这个关节 哦 往下 还往下走 往下走 对 这样他在牢部 一定要贴着这个关节 如果包到关节上 就影响他的运动了 我们要贴着就行了 下次做一些东西 对 每个手指都是这样的 就在指关节的上方一点 这样又牢 又不会妨碍他运动 好 好 对我看那个 呃 那个阿姨做得非常好 对 好 那我来说一下 就是看大家 呃 弹的过程中 遇到的就是发现的问题 就是 呃 第一个呢 还是手腕方面 就是那个阿姨呢 弹条哈 手型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手腕哈 我们要注意弹琴的时候 这个手腕呢 可以看一下 它是平的 可以稍微往里勾一点 但是不能勾得太过 也不能压腕 它是平的 这样的话 我们手正好呢 就是 在这个琴弦上 就你稍微 稍微有一点点勾弯了 我们弹的时候哈 就等于是 呃 比如说这个 拿一把纸子 先拿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哈 它跟琴弦哈 它是 稍微突出一点的 就不可以太突出 其实每个人 因为每个人手哈 大小都不一样 但这个手腕呢 基本就是像这样定点 就是你弹的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个侧面哈 从这到这 它它是 它是有一个定位的 就是比如说 你的这个大关节 大关节 跟你的这个弦哈 差不多是同一水平的 比如说你实实的大关节 跟这个弦 差不多是同一水平的 如果你大关节 再往前的话 它就稍微有点勾弯了 就是勾弯的话 你力量就阻塞了 好 一个是这个问题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大指呢 还是要解决低头的问题 就是那个 那个叔叔哈 他弹的时候 就是稍微大指平了点 你如果平的话 那你再往上 你的大关节 就动得很厉害 我们应该把这个 食指的小关节 锻炼这个小关节的独立性 小关节低的越狠 那你抬的呢 就越自然 就是像这样的 我有点整个手动了 所以不好 对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还要注意它的稳定性 就你弹 回来 挑 回来 弹回来 挑 回来 就是保持它 这一个框架的稳定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开始练的时候哈 千万不要是 你觉得你找到感觉了 你就实际的挑挑挑挑挑 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 找到那个正确的 挑的方法 快呢 是一步一步快起来的 一开始不要太快哈 行 那我再带大家练几个 这个弹跟挑 加起来的组合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一个训练 大指小关节的方法 然后你们下课可以回去练好 那我们先跟着我来一起弹跳 准备 开始 弹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二 你们练的时候也保持马速 就这个速度就够了 一个是锻炼稳定性 一个是锻炼这个正确的感觉 就要是锻炼 一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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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开始你们可能会就是 比如说找不到弦 一下挑空了 或者是挑到别的弦上了 这都很正常 你不要着急 就是慢慢来 我们这一节课下课以后呢 就是把弹和挑慢慢的连在一起训练 然后如果下节课大家掌握的好的话 那么下节课我们就学戴手腕的弹挑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不戴手腕的 就是学习它的指关节 小关节的运动 但是等到这个学完以后 我们就要加上手腕 学完戴那个手腕的弹挑以后 我们短时间内右手就不学新的东西了 就是慢慢的学左手呀 还有它的音位变化 一些简单练习曲之类的 所以呢 这今天的任务很重 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好好练 那我教大家一个如何解决这个大手 大拇指 就是它的小关节运动不灵活的问题 是有一个练习曲 我们那个一开始 也不能算练习曲 有简单的练习方法 我们不是正常的演奏方法 是这样吗 就是搭在那个食指胶部的前端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食指拿掉 我们不用它了 我们把这个大指 搭在这个中指的胶部前端 这样我们的手指是不是被动的 头就低下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在弦上呢 这个食指不用去管它 我们把大指搭在食指的 搭在中指的这个上面 我们头自然而然的就低下去了 然后我们来训练它小关节的灵活性 一样的就是 练习的时候要慢慢练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这是一个训练我们这个大指小关节灵活性的一个训练 以后呢 也会带着大家来一起 那就是这个刚刚教的条 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来打开一下视频 这样不能太快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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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松 放松 找 我们这个 这个 就在琴弦上停留得越少越好 一下就过去了 这样有弹性 哎呀 我看那个老师都连起来弹条了 先慢一点 对 好 对 非常好 好 我看大家接受的都还挺好的 那我们可以课下再慢慢练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下节课再看大家练的情况如何 那现在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吧 嗯 我们知道明月呢 我们琵琶呢 最开始学习的调 是地调 等我选好了 再把这个 我来找一个 我来找一个 那一个 我来找一个 那么 我去没有人 我去找一个 地秘密的调 就是我需要 我来找一个 现在我来找一个 к呢 就是我来找一个 你去找一个 你了解 你这一条 我来找一个 就是我来找一个 他来找一个 那些 我来找一个 那今天先简单的教大家几个琵琶的这个标记 你们看着是镜像的吗 看这个字正常吗 是皱藏的 挺好的 挺好的老师 挺好 那我就看镜头了 那这个低调 就是一开始就是都等地 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下面这个 这个呢是我们琵琶地调的定弦 什么叫定弦呢 大家昨天也听了 那个唢纳呢 它是有统音的 那我们琵琶本身四根弦空弦发出的声音 也是有定的 就是不同的调呢 它通过什么来转调 就是每一个调它的空弦的四个音都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个方法呢 就不用调那个琴弦 就可以自由的来转调 比如说哈 我A调 我都在这儿 B调我都在这儿 就是每一个调都在哪里不一样 其他的呢 就依次往下推 那我们低调的定弦呢 是扫兜乱骚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呃 四弦 这个呢是四弦空弦的意思 我们知道琵琶好 在下面写一个这个 代表四弦 那我们再加一个括号 就代表它是四弦空弦 这个以后识谱的时候我也会再次说的好 然后呢 这个这个都不用解写 这个是三弦 然后代个括号呢 证明它是三弦空弦 这个是二弦 代个括号证明它是二弦空弦 然后这个呢 是一弦空弦 除了这个四弦要稍微记一下好 其他的都是我们一眼都能认出来的 那既然四个空弦的音我们定住了哈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它在地调里各把位都是什么音 这个呢我们要在琴上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可能会有点难度 我会多讲两遍去没关系 哎呦我笔貌呢 大家先把这个记一下哈 地调的空弦音是扫 哦忘了说了 就是简朴大家应该也知道哈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加 我是中音 然后这个 我下面加了一个点 证明它是低音 上面加一个点 证明它是高音 那 那还有哈 就是我们下面加两个点 就是背底 上面加两个点就是背高音 这个也没有什么难的哈 就是啥都不加的是中音 加在下面的呢是低音 下面两个的呢是背底音 然后上面一个是高音 上面两个点的是背高音 就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我们地调的琵琶的定弦 是背低音的骚 四弦空弦是背低音的骚 三弦空弦是低音的都 二弦空弦是低音的拽 一弦空弦呢是低音的骚 这个应该都截过屏了哈 可以截屏也可以记一下 然后我们就在琴上面来找一下这几个音 呃 这个我先把它横过来哈 这样子 要不然镜头不太够 你看这是四弦空弦 我说过这是一弦 二弦 三弦 四弦 一弦最细 然后旁边的是二弦 再旁边是三弦 最粗的这一个是四弦 然后根据这个哈 我们四弦是背低音的扫 背低音的扫 然后三弦空弦是低音的都 二弦空弦是低音的拽 然后一弦空弦是低音的扫 就像统音一样 就是它自带的空弦的音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排序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 呃 跟钢琴都差不多的 我们知道 呃 都 拽 你 发 骚 拉 西 这几个音里哈 你发之间是带音 西都之间是带音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哈 因为大家都学了很多乐器 其他的呢都是拳音 只有这两个呢是半 那在琵琶上面呢 也就很好拌 就跟钢琴一样 我们拳音呢 就是隔一个 比如说这次之外 那我们隔一个 这个是咪 这个是咪发 咪发是不是半音 那就不空 这个是咪 这个就是发 然后发骚呢 它是 它是全音 所以要空 这个是发 空音和这个是骚 那我先从一弦 给大家捋一下 这个音界的关系哈 我们知道一弦 这个空弦的音 是低音的骚 对吧 那就比如说 我们最上面的 就是这上面的这个音 它空弦的音是骚 我弹个骚 骚 那拉呢 骚和拉之间是全音 全音控不控呢 是要控的 所以说呢 我们比如说 最上面这个 我们看不见的音 它是骚 然后我们空一格 这个就是拉 它是真的拉 就是我现在说的都是 低调 这个琴弦上 就是这个音哈 是真的 我们来推一遍 好 我们空弦是骚 看不见的这个音是骚 然后空一格是拉 拉跟西之间呢 也是全音 全音要不要空呢 全音要空 那我们空一格 这个就是西 对吧 西都是半音 半音呢 就不空 这个是西 这个就是都 这个是都呢 那我们的摔在哪里 应该就清楚了 都摔之间是全音 那我们空一格 这个是摔 下面是一样 这个是摔了呢 摔咪是全音 这个就是咪 那咪发是半音 这个就是发 发骚是全音 骚拉是全音 拉西是全音 西都是半音 然后都摔 咪发 这样一词推下去 好 那我给大家弹一个 我们异弦的音阶哈 上面哈 我和那他 这个是扫 空弦是扫 那空一个拉 拉西之间是全音 西都是半音 拽咪 咪发半音 发骚全音 沙拉是全音 沙拉是全音 拉西是全音 西都是半音 都摔全音 我这个品有26个 因为我弹个别乐曲的时候 下面多加了两个品 那大家的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哈 这都无所谓的 24个品是正常的 那我给大家顺序的走一遍这个耙音哈 就是 那么我这个琵琶 它的最高音就是这个咪 好 这个一弦的这个音阶 有哪个同学听不懂吗 听不懂的话可以再讲一遍哈 大家都能听懂吗 懂了 懂了 听懂了 就是半音你是两个爱子的 剩下全音都是隔一个 是吗 对对 只要你每一个都要注意它的定弦音 根据这个定弦音往下摸 那你每个音是啥你都能找到 好 然后呢我们的二三四弦 有没有同学愿意摸一下 就是听懂的话 二弦有没有同学愿意摸一下 它是什么音 二弦的空弦是摔哈 摔 我看大家摸的对不对 我看大家摸的对不对 可以有一个同学开麦摸 我们谁先开水 谁先呢 没有听懂你的问题啊 我看大家摸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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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弦我们的定弦弦音不是摔吗 对吧 这是摔 那比如说我们这看不见的是摔 摔跟咪之间 我摸的是二弦哈 咪跟咪之间空一个 那这个就是咪 咪发不空 发骚空 骚拉空 对就是这样顺着往下摸的哈 那我们弹琴的时候哈 好 先不看它 我们弹琴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曲 你每找一个音就要从上往下摸一遍 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怎么来找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最先学的呢 是D调 那我们就把这个D调 它的每一个音在哪里我们要记住 大家都知道 我再说一遍哈 这个上面这六个是不是叫像 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叫像把位 像把位下面呢是一把位 你看就是从这开始 这是我们的一把位 这是我们的一把位 然后再往下呢是我们的二把位 这是二把位 三把位 四把位 我们琵琶最常用的音区哈 其中就是我们的一把位 二把位 再加个三把位 其他的呢上面下面呢 我们其实用的呢都没有这两个把位这么多 因为这个音语听着最舒服这一块哈 用的是最多的 那我们一开始学按弦的时候呢 就是先学一把位的按弦 这个我按弦的时候会教大家怎么按哪个音是哪个 然后呢再学二把位 最后呢再把我们的一二把位两个连起来 学一个换把 就可以弹很多小曲子了 然后你再把弹条学会 弹这样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那我来教大家一下 呃今天看一下几点 三十七 那今天先教大家按一个摔 大家注意哈 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交了挑吗 然后我再教大家一个按弦的摔 但是我们不要一边挑一边按弦 我们今天呢按弦就是按弦 你找到这个感觉就行了 等你按顺了 我们再加上你的右手哈 先学一个左手按弦 按弦呢也非常重要 我先教大家第一个音 我们按的第一个音呢就是摔 这个就是摔 它不是这个第一个第一个品吗 然后按弦要怎么按哈 首先是位置 位置呢你要按在品的上方一点 大概这个地方 如果你按在这个品上 你可以听一下 它是沙哑的 按在上方一点 它的声音是最好的 如果你再往上一点 声音就不好了 就按在它的上方一点 不管是哪一个音 哪一个品 不管是像还是品哈 都是按在这个品的上方一点 不要按在品上 品上就沙哑了哈 就等于把它堵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是怎么放在上面的 我得把这个架子调高一点 好 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按弦哈 按弦我们的手 它是自然的 可以看出 这个是有空隙的 我们先把手搭在上 搭在这个上方的一点 然后我来教大家如何 这个手型如何按好 首先大家看一下我的胳膊 我把琴拿掉 它是这样的 就你不可以按弦的时候 你这样就是抬高或者降低都不可以 它就是正常的举着的 不管是我们的相把位 我们相把位可能要这样举 下面可能要这样就低着 但我们肩膀是不变的 你不可以就是歪着去按它 那我们做正 做正以后你手就自然的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呢 要注意不要夹 就比如说你像这样按着 这样不可以 它是像这样的 还是为了我们的力量疏导 好像从这儿 一条线过去 如果你夹在这了 那它夹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力量就断掉了 好 我们把手先搭在这 搭在这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我们的后面 看哪个角度合适 这个后面呢 它是一个空型的 就是你看我的手 我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这是琴弦 这是琴弦 然后我是这样空着的 好像不太好看 空着方 对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大指放在什么地方 大指一般呢 是放在这个 第二品的地方 这个不是第二品 这个不是第一品吗 放在第二品的后方 我是说一把位放在这儿 第二品的后方 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根据自己的手型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手是空心的 应该可以看到 是空的按的 这是第二品 上方稍微多一点点 就根据你自己的手型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要支撑住 它为什么要这样按前 它就是有一个三角 就是有一个支架的作用 这个地方你把琴支住了 然后就是力量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 它是这样点在这儿的 你如果一夹 你如果像这样 这样死命的往后拔 那你就使不出力量来 是空心的 像这样形成一个支柱的 放在第二品的 稍微上方一点 然后我们要注意 我们按弦的时候 用的是指尖 什么是指尖哈 你这个指头 我们这个 每个指头出弦的地方 都不一样 这不是你左手几个手指吗 我们 食指呢 是用这个地方出弦一般 就是指尖的左侧 然后像我们的 啥是指尖哈 不是说我们指度的是指尖哈 就是这个才是指尖 你前面这一块才是指尖 你这几个手指 虽然我们没按哈 我们也先讲一下 它是用这个正面的指尖 那我们的小指呢 是用我们下方的这个指尖 你知道食指用上方的指尖 小指用下方的指尖 为什么哈 就是因为我们弹心的时候 你看 我把它按住哈 我如果要拿我的中间 正中心的这个指尖去按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手心哈 它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你就很别扭 应该能感觉到 我们是这样往下的 那它自然而然的 就是用斜上方的这个指尖去按的 应该可以看到 是用这一块去按的 不是用中间去按的哈 这一块 对 然后我们这个就正常了 这个就是用我们正中心的指尖去按 这个先给大家说 大家先不要按 那小指呢 自然而然的就是用我们下方的这一块去按 如果你小指比如说你要用中间去按 那你就这样去按 它合适哈 就是这两个指头要注意它的指尖 你比如说你看 你按弦的话会有老茧 如果你这个茧是在这个地方 那就对了 如果你是在中间或者下方 那就不对 然后这个指头呢 你茧是在这里的 如果你在中间就不对 只有我们这两个地方的茧是在中间的哈 然后一定要用指尖去按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按弦要注意的哈 我们今天就只按一个right 然后其他的我们下颗课来说 这个right你按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琵琶有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你不能折指 什么叫折指哈 就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 和右手一样 我们左手也是有几个关节 小关节中关节大关节 那我们呢是要弧度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中关节瘪下去了 比如说你按的时候 你这样按 这样按瘪下去了 那就不可以 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比较 中指比较适合讲解哈 就是如果你这样瘪下去 你小关节是直的 那这就叫折指 叫瘪指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是一个弧度 为什么呢 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大家知道我们过河的时候 那个桥都是圆的 为啥 这样才最有支撑 我们的力学哈 这我就不太 我没学 但是它的架构就是这样 是一个圆的 如果你中间是像那样 三角形的一个桥 那就不合理 我们一定要是圆的 像这样按下去 千万不可以折指 就瘪指 把小关节瘪到里面来 这都不可以 必须要是圆的 然后像这样 把按住一个摔 今天呢也不要按多 你就按一个摔 注意它的手型 就可以了 就是像这样 你这个指头撑住 这中间都是空的 中间都是空的 然后你这个地方按一个摔 对 来 我来看看大家按的摔怎么样 切换一下 挺好的 可以 那个摔 它是 那个大指是在第二品的后方 大指在第二品的后方 千万不能太往上了 就是那个 叔叔 对 我们的整体走势是往下走的 它不是说往上走这样去按 是吧 那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左手的手腕吧 看左手的手腕 我们是自然的往下垂的 对吧 因为我们之后还要按sona 如果说你像这样 这样去按这个摔 手腕提上去了 这绝对不可以 是往下走 因为我们大指不是在二品的后方吗 它比你的这个食指 大指比你的食指是要低的 那低的话 我们手腕自然的就是往下放的 它不可能说像这样在树上去 这就不对了 是往下的 再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对 那个利宜还有那个 那个阿姨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按的都非常好 叫一句 老师 还是那个叔叔 你那个二指哈 就是那个叔叔 你那个二指不要往上走 往上走是不对的 你是往下走的 往下走 这样 他不可能往上竖着 往下的 因为你大指是在二品的地方 大指在二品的地方 我以为二项的地方 二品的地方 OK 二品 老师你叫我Mike 不好意思叫我叔叔 叫我Mike Mike 对对对 非常简单 谢谢你 好 那大概这个按键应该懂了吧 我们就指 今天就只按一个 对 老师 我有个问题 您这个说不要按到品上 那我挨着这个品行不行 我让这个品给我一个力量 挨着品 只给我个支撑 我好像没有直接按到那个正中间品 但往上呢 但是我还是挨着了这个品 我觉得正好 对对 对就是在那个上方挨着品一点 可以看见我的这个上方挨一点的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嗯 好 不能在空中就是挨着他的 对对 还是挨着他好了 对 好 大家讲过的就很快 那个李主席说让我进度慢一点 但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聪明 其实可以不用放慢进度 行 老师 你能不能在我们群里把那个低调的那个调音模式放上去 上次我我本来调的是是是是那个低调 后来你说应该改成功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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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改成功 西调 现在我发现你谈的是你谈的是b调 不是c调 对吧 现在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这几个音呢 其实不管哪个调这四个音都是不变的 我们只是说我们D调的时候它是扫三 那我们A调的时候我们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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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读法不一样 但它音还是这几个音 它是通过同样的音 然后不同的调 你把它读成不一样的音来形成这个转调 我第一次的门队群里给我把琵琶调音模式的 低调 那个那个蛮好的音的给我 把给我 我调一下音 现在我调的音是 你给我c调的音 我先说 c调跟d调的音是一样的 就是这四个音是不变的 音高不一样 音高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通过 对 音高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是拽 我现在把它读出来 那这个是b调的拽 那可能在f调里它就不一了 你知道吧 在f调里它可能就不拉了 这个我以后会讲 但是我们的音就是一样的 不会变的 不是让你能 我的意思 为了跟你的声音音高一样 我想调一下别人的调低调 所以你能不能把低调的模式发给我 我把这个琴调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就能理解了 我上次不是给您发的那个听音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c调 对 我看我转成我自己的摄像头 能看见吧 这个是c调 那比如说我要听第一弦 是这个音 那我现在把它换成d调 一模一样没有变化的 你能听懂吗 就是不管什么调 它的e弦都是这个音 我现在换到f调 e弦 那么你现在弹的声音跟我不一样 你弹一下 你把那个最高音的这个s 弹一下 你看这个是s 跟我给您发出的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琵琶 你像比如说古章 您说 C调的一弦是a s不就是440的吧 440的吧 对 一般都说440或者430 那你刚好讲的是低调的话 sod leso sod leso sod leso就是要降 跟440不一样的调 它是这样的好 我再解释一下吧 有点难理解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音 我们D调空弦 E弦是sod 然后A调空弦 我们是la 只是我们唱法不一样 但它音是同一个音 它没有任何变化 它4根弦固定就是这4根弦 就像那个唢呐的统音一样 你这个固定了 你就是这个音 不管它是什么调 这4个音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们弹的时候 这个唱法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D调的之外是这个 那我们在C调里就变成me了 在F调里就变成sod了 但它音还是这个音 这样能听懂吗 回头再说吧 我想还是听不懂 因为你钢琴上 它那个比方说是C调 现在你讲的低调 这个是 低调的话是 所都来说 那个说是不是应该 钢琴上的G那个音啊 不是的 不是的 那就搞不懂了 反正你给我的C调 我现在调的是跟钢琴上一样的 你这个调法就是按照刚才老师讲的 就是这个sod right so 就按这个调好以后就行了 这就永远就不用动 就少动 你要跟其他合奏的话 比方说一个 比方说一个 比方钢琴 你合奏的时候 你合奏的时候 你只有指法在变弄 就是你的手指按你位置变弄了 对 那那个调 那个就是说两个谷不一样 同样低调 我同样C调 那我的 我的那个批判 上面来讲 就是老师的酸 它的C调 相当于我的C调 就比如说我们C调 我跟乐团合奏一个基金的曲子 那我弹软弥发烧 是在这儿 那我要弹G调的话 我可能软弥发烧就在这儿 这个叫软弥发烧 就是我们是通过 因为它琵琶不是有 所有半音都有吗 我们是通过它每一个音 就比如说C调的都在这儿 那我们D调的都在这儿 A调的都在这儿 是通过我们定弦不一样来转弥的 不是说通过调音来转弥的 我们音一直不动 四个弦始终是这四个弦 只不过是不同的调 但我们按的位置不一样 这样能听懂吗 我初步有点理解了 这个没关系 这个可以慢慢理解 就是说你调音的时候 不管怎么调 总归是这四个音 都一直是这四个音 然后我们 音高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按字 来转弥 不是通过我们的调音来转弥 好 OK 谢谢 谢谢 这个头一次听 可能是明月还行 这个跟钢琴一样 钢琴转弥通过黑键 就按黑键 平常那调可能不需要黑键 它都排好了 但是你要是换一个低调 可能要按两个黑键 就一样的 并不是说把弦要重新调一下 对对对 通过执法的不同 对对 那个黑键的不同来排列 这个并不是一样的 这个调情其实就是一种调法 就是这个四个音 就是固定的 固定的 然后你在谈不同的调码的时候 是执法不同而已 跟钢琴一样的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OK 好 那我们都快下课了 那今天那个桥 今天学的桥和暗闲还有啥问题吗 老师这个桥呢 我就觉得呢 这个是侧面 是桥对吧 是桥对吧 这是第一个是桥 这一桥 就是说是在这一面吧 对吧 它不是正中间 对吧 对不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支持包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间接 但是打完左右 就是这个间接 是他的 对 那我们听说的时候 露出来的是这个间接 我们调是用这个间接去调的 比如说这是弦 我们调 调 对对对 调 是的 因为它必须是弦上45度 在调的时候 上方过弦 应该能看到哈 是这个尖尖在调哈 如果我们现在去调的话 那就很尴尬 它就是 比如说 然后这样 它调 它调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是斜上方 一个往前 一个往前 45度 斜上方45度 往弦里面调 好 谢谢 感觉今天可能讲的比较乱 好 大家能吸启 不乱 不乱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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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讲得很清楚 非常感谢 想包围 一包围 二包围 三包围